焦点视频 李映冲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我们的李映冲师傅 Hello 大家好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家 上一集跟大家讲过一传媒 282的八字和股价的走势 大家应该在我录了几十集的节目 开始都会对八字有些认识 在十神里见到人也有些了解 好了 讲过国家方面来说 讲过中国 讲过台湾 讲过美国 讲过香港 讲过澳门 亦都讲过马来西亚 好了 很多人都想问 英国为何还不讲这样的情况 因为英国不是那么容易讲 好了 英国有这么多年历史 几百年历史里面 经历过不同的合并策 去形成今天的英国 要有一些前提才可以讲得到 所以今次跟大家讲英国 我会分开三集跟大家讲的 大家可以追节目 分开三集 今次是上集 我会先讲一些前身 接着会再跟大家讲 就是说英国就是 和香港 即清朝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割让香港被英国管治 大家可能会做一个比较 因为97年香港之后 趋势不停向下 之前也有那么兴盛 为什么呢 其实是在八字里面 都已经可以分析到一些题目 然后再讲第三集 会再讲英国现在的云势 这样的情况 好了 不挡大家时间 听我的讲解 好了 首先现在大家看到 这一个英国的八字 是用1801年1月1日 当时是大不裂点 与爱尔兰联合法令的时间 但是因为爱尔兰在1922年的时候 已经脱离了英国做自由帮 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八字 就是1922年的 会在第三集讲英国的时候 会再同一讲解 现在我们先讲了1801年1月1日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的 英国在19世纪 即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时间来说 它是世界的第一强国 等于今天的美国 即是当时英国的威势 日不乐帝国 大不裂颠 你只听个名字都会吓死人 在19世纪初的时候 英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 海上霸主 现在当然英国的命运衰落了 为什么会衰落呢 我们会在第三集跟大家讲解的 OK 好了 有些人又理解错误了 以为说 喂 美国会玩完什么 不是 不是玩完 是退运而已 OK 好像等同于英国现在 都是世界的强国之一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今时今日的英国 和18世纪末 19世纪初的日不乐帝国 根本上已经是两个层次 来的 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 现在就连中国都比不上了 英国基本上 所以来说 美国都会退运 但美国退运 不是说它玩完 只不过可能 它会慢慢慢慢 可能会变成第二 或者第三个世界强国 这样的意思 OK 好了 现在讲英国 我想跟大家讲些什么呢 那些情况 先讲个格局高低 你要明白 为什么英国 会由日不乐帝国 大不烈典 变成今时今日 一个普通的强国 为什么会格局低了呢 是和八字结构有关联的 大家要先了解 1801年1月1日 更新年 慕子月月未日 丙子时 这个命格的结构 这个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是月目日圆的 月目日圆呢 月目是什么来的呢 大字里面来说 是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的世界里面来说 它一定要有两个元素 才可以生进得美 第一 最重要的是丙火太阳 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这个是丙火太阳 OK 那要有桂水滋润 你要淋花 这个八字里面 有桂水 这样的情况 这个八字一 就拿到 我们所说的 穷通保监 去解释 十干性情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干性 起用 就是月目呢 一定要见丙贵 才为之 一个好的配置 第二方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有领导地位的一个公司 或者是国家的情况来说 你这个八字的官杀 一定要有力的 OK 香港 为什麽九七年之后会差了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了官杀 和大家说 香港的八字因为官升入没 所以香港有这个东方之珠 现在就不知道变了什麽珠 OK 这样的情况 好了 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有一个很有力的政官 更新就是它的官杀 很有力 但是这个八字的起用 是用什麽呢 这个八字是以火为用的 因为金寒水冷 月木是没有生机 一定要见丙火 才可以能够有云行 才叫做格局高的一个名价结构 好 好了 我不逐个混分析了 如果不是说三个钟都说不完 OK 这样的情况 我说一些比较特别的case 去反映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八字的一些现象 跟香港人有关 你们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大家还记得 1842年的时候 英国在攻打清朝的时候 有个南京条约 就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在当时来说 英国的大运 就是一个夹身大运 1842年 就是任人年 这样的情况 看到人身是双冲 这个身体是政官 政官被冲 之前和大家说不同的八字的时候 说过 当政官受冲黑的时候 代表争执 代表反冠非 代表打斗 这些现象 1842任人年 人身双冲 代表英国 就是攻打其他地方 就是一种争拗 这样的现象 而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八字里面 月木金水旺 要木火为喜用 这个八字里面 走一个甲身混任人年 这个甲木有通根 是有力的 OK 我们叫做 藤螺系甲 这个月木 藤螺系甲 代表它可以借助这个甲木 令到月木陰柔的现象 化为高硬 一个有力的木器 而木旺生火 相关可以打的 正官 代表我可以 能够竞争胜利的情况 这个就是 这个很特别的 184年 因为我们下一集 会跟大家讲香港 好了 那而呢 在这个的八十年 这个的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呢 英国就爬升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强国 当时的大运呢 就是在走这一堆运 走这一堆运 大家看到呢 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呢 一八九九年 一八九九年 到这个一九零八年 这十年里面 我们走一个叫做 无人大运 月木见墓土是财星 财星代表经济 走这个无人运 我们叫做 逆马大财 富治天内的一个结构 逆马大财 富治天内 丙火 见人 是长生 有力 用火 寄水 那八字里面 见到有墓土 那个墓土就可以制住它的寄神水 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十八世纪末 这个无人运的时候 逆马大财 代表它的经济 不停在很旺的起飞的现象 一九零九年 到这个一九一八年 就走一个叫丁丑云 这个丁就是火来的 丙丁 两件 这个八戒里面 丙丁两件 土 是代表这个八戒里面的经济 食神相关 火 代表这个八戒的财源 连续两年都是非常旺盛 去到一九一九年 入了这个丙子 这个丙火 就是这个八字的起用 去到一个非常高峰的位置 本来如果这个八字里面 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一路这样走 这个十年运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去到一九二年的时候 我们要转另外一个八字 去到一九二年 因为当时 爱尔兰就脱离了英国 建立了自由邦 英国 就要重新起一个八字 就是一九二年去看的 好了 现在暂时 我们讲到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八字里面 连续这三十年的时间 由十八世纪末 逸马大财 丁丑 食伤生财 丙火 是它的起用神 相关生财 一直呢 就形成了呢 这一个英国里面来说 它为什么当时呢 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第一大国 就是因为这个八字里面 第一它的观察是非常有力 第二 它越莫得到干性的起用 在冬天又丙火 也有个名称叫六月暑季 就是说八字里面来说 月木见到紫时 见到紫时 一定是丙火透关的 这个就是干性的起用 丙贵两件 观察有力 那格局 你看它一直都是行火地 在这个1849年打后 贵备有五身至更神 这些是木火地 一路慢慢慢慢上 去到逸马大财 丙丁火透的时候 去到一个非常之高峰点 这个是说给大家知道 用1801年1月1日 这个格局 这个格局高 是有这样的现象 大家有印象就拍下它 因为跟着去讲 新的英国八几天的时候 你就会明显地看到一个分别 为什么英国由日不落帝国 我会变成真的跌到日落的现象 你就会发现了什么意思 那我们呢 现在暂停一下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暂停一下 先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镜头一转 我想跟大家讲 1842年究竟这个香港 割让给英国的时候 为什么香港 可以能够成为东方之柱 好不好 那我们呢 终集跟大家讲 终集跟大家讲 OK 再见 OK 下一集我们再请教李英聪师傅 Hello 大家好 继续回来 我们讲英国 其实都是2020年的9月17日 一次过拍很多集 那英国上集 就跟大家讲了 就是用这个大不列边 与爱尔兰联合法令的 1801年的1月1日 讲了现在的英国的前身 那还有下一集去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英国总共会 跟大家讲三集的 那上一集就跟大家讲到 就是1842年英国 即攻打清朝的时候来说 清朝就有个南京条约 就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那这个1842年 8月29日 你现在眼前这个八字 其实就是九七回归之后 的香港八字的前身来的 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 为什么香港以前是这么繁荣 你就要看1842年8月29日 这个八字 OK 我看到坊间家 没有什么人讲过这个八字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好了 讲完这一集 香港的前身之后来说 第三集再跟大家讲 现在这一刻的英国 就是说如果你们想移到英国的时候 OK 要看一看下一集 OK 好了 我真的很怕观众 现在我心里面 一脚妖子都罵了出来 还没讲到疑问 对 给大家看一看 看看香港 九七回归前的香港八字 1842年8月29日 因为我不知道南京条约有几点签 历史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有这个记录 所以吉时 好了 1842年是任人年属府的 冒生月庚五日 8月29日 这三个八字 你已经立即知道 这个八字的起用是什么 所以就算你没有时辰 你都会批得到 它的运势的起跌 羹羹就是这个 当年的香港的六極点 羹羹 好了 他身在秋天 羹羹得六的位置 这个羹羹是非常之强旺 又有梦土去生亡的羹羹 好了 那羹羹究竟要用什么 起用神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 这个造化圆弱 或者这个穷通保鑑 就会激到羹羹的十干起用 就是以甲木丁火 为它的干性起用 甲木丁火 这个八字有毛呢 它的年份任人这个位置 就是甲木了 它自己坐着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观星丁火 好了 而你要有甲木生丁 还要有羹羹劈甲引丁 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月令 这个羹羹 因为人生充的关系 就是地支里面 形成了羹劈甲引丁的现象 所以在1842年8月 29日呢 这个香港的八字的格局 其实是相当之不错的 因为第一 跟大家讲过了 如果你要做到一个领导者的话 你一定要有有力的观星的 那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本身的观星不算有力 但是起码有羹羹劈甲引丁 它自己坐着个官 所以这个八字的观星呢 其实是挺漂亮的 第二方面这个八字日主强 就是说在这一个气场里面 所出身的人民呢 其实来说 个个都是可以很力拼的 是吧 以前经常听见人家说 什么狮子山下的精神 就是说 多么艰苦都好来说 都可以能够力拼到底 就不同 现在好像每次都要 说那里不好 那里不好 那里不好 这个八字里面 你见到没有相关的 下面这个八字 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是1997年7月1日 指示的香港回归之后的八字 两个八字的分别在哪里 庚金上面一个庚金 1842年的庚金 它一定要有丁火才是显贵的 它坐着的就是丁火 有甲木生丁 而下面 香港回归之后的八字 那八字是没有官升的 就是这个八字里面的官员 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管治无能这样的意思 而下面这个八字 有非常之重的相关 就是很多批评 好了 而这个香港的八字来说 这个日主是极弱的 它没有自立能力的 这个就是97后 和97前的分别 97前184年 庚金是有强庚 这一度的人民是有自立能力 第二方面来说 是有一个很有力的 庚金匹甲引钉 官升是个统治是不错 下面这个八字是没有官升 而日主极弱 没有自立能力 必须要靠个印 即是要靠中国去辅助它 才能够维生 这个就是97前和97前的分别 一看你们就知道 哪个格局高一点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香港在97回归之后来说 你说能不能找到食呢 那就视乎你的行业 但是 你说有没有机会去回 97前这个东方之珠的名号 97前 香港的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香港没有自立能力 香港没有自己拼搏向上的力量 香港每次都要靠着个印 什么都说 即是你现在看到了 什么都说要靠阿爷帮手 你做武汉肺炎的检测 又说香港自己搞不行 又说要引入大陆的帮助 香港的经济不行 又引入自由行 你什么都要靠别人才可以拼搏 以前香港狮子山的精神 都可以靠自己打拼 现在不行了 这个就是因为格局不同了的关系 没有办法 所以香港慢慢慢慢 会变成一些二三线的城市 二三线城市不是代表不好的 只不过是没有那么繁荣 没有那么繁忙 那不是说找不到食 就是吃饭而已 这个大家要去了解 我们看一看 因为香港1842年到1996年 这都很多年的时间 不讲到那么远的大运 讲回大家都成长 都会有认识的一些大运 由近期的讲气 七八十年代才讲气 好 看看有趣了 1842年的香港 是以丁火为用的结构 这个是它的八字的喜用神 这个格木是它的喜神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八字是用木火的 用木火结构的一个八字的结构 1842年 好了 在这个六十年代 走这个秉申运的时候 还是西方甘地 1959到1968年 这十年 还是西方甘地 所以当时香港 不是真真正正 是很旺盛 蓬勃的 1959年到1968年 这十年里面 还有这个秉申 和八字里面的任人 我们叫天黑被冲 所以当时香港 都很混乱走 不是太理想的 但也见到1969年之后 不同了 1969年之后 月味运 开始入南方火地 至五味 是南方火 南方火地 这个八字是以木火为用的 月味 是不是见到月木 我们叫做财来合我 月味和庚午 叫做天合地合 才内合我 OK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就是说 在这个六十年代 香港的贪污 不是很厉害的 那时候 有五大探长 是吧 个个都是贪官 对不对 见仁见智 好不好 你盲到堆 的便好 你盲不到堆 的星斗市民 就很惨 一定要花很多贪污的钱 那时候的警察 大部分都要收片 基本上 我计则八九成都要收片 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秉身 和这个人人天黑地中 那个管治是有问题的 去到1969到1978 这十年里 月味天合地 财内合我 在一个社区 或者一个国家里来说 财升是代表经济 是不是 那你又非常巧妙 在一个 1971年 72年 这些时间来说 是否开始成立了这个联政公署 成立了联政公署 成立了联政公署 之后来说 好了 那些贪 收片 那些 贪污 那些 慢慢被打压 然后 做生意的经济 人们就开始慢慢慢慢好 当然 你可以说 因为 法律开始慢慢慢慢健全 因此来说 人们做生意有信心 亦都可以是发展 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在一个运里面 就可以见到 因为这个运 1969年之后开始 就入了这个叫做月味运 天合地合 代表 那个 社区开始稳定繁荣 秉身和任人就天黑地冲 很多动乱 月味就天合地合 合之有情 代表有一种情意在里面 所以 在这个七十年代 香港的经济 开始慢慢慢慢 越来越蓬勃 越来越起飞 那时 七十年代 那时 又有这个 恒生指数 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开始有恒生指数 那时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又不是有 如刺 这一件事 就是这个七十年代走 有这个月味的时候 好了 那去到再鼎盛一点 就是八十年代 就是我的年代 八十年代 OK 甲五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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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甲丁 五只丁 甲木 丁火 甲五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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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八十年代 香港是最鼎盛 最辉煌 如果大家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 七十后 六十五后 一定会感受到 当时八十年代 香港的辉煌 甲五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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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非常之鼎盛的其中一個城市 在這麼小的地方 再有巧妙的東西 接著去到1989年到1998年 走這個季節 走這個季節運的時候 因為節仍然是南方火地 這個季水跟它霧土相合 我們叫做霧桂化火 我們見到它走到一個季節大運的時候 我們把它放上來 之前甲午運 它根根砌甲引丁的木火 就是它甲目最高的星的運 東方之珠 走到季節的時候 它仍然承接著之前甲午的木火的氣勢 因為這個季雖然索水 但是因為它原局有個霧土 霧桂就會合火 它坐著南方火地就霧桂化火 霧桂化火仍然是它的地位明星 所以在1989到1998這十年裡面 這個特別來說 它仍然是承接著之前木火的現象 但是因為欠了木氣 貴致大運 沒有了木氣 所以開始有一個隱憂在裡面 最特別是聽著它下一個運 就是叫做任神運 任神運就是水座水庫的運 在這個運裡面 因為八字是用火忌水 它用火忌水 走任神運就代表運勢要開始走下波了 下一個運 1999年要走下波 如果它沒有回歸的話 它也要走下波 而非常特別 因為在97年7月1日 它就要回歸 要轉身八字 97年就是它這個運裡面 最後的一兩年 我們叫做轉角交接運 在轉角交接運之前 它就要逆手 這是第一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 就是它走到一個季節運的時候 我們叫做人自身三營 動了它的連月處 大家都知道連月處 剛才我們經常都說 《壹傳媒》也有說過 連月就是代表一間公司的老闆 管理層 社區都一樣 因為這個八字裡面 本身是在英國統治著的 人自身三營這個位置 其實代表著主權 在這個自運這五年期間 會有很多動盪變動的現象 它也是剛剛在這個自運的 最後的一年 就移交給中國了 現在的之後就變成下面的八字 格局就不同了 因為這個就代表 舊那個BB 就是舊那個人 過世 借私回運 變成這個八字 這個八字裡面 特別日元就非常之弱了 因為沒有根 食傷很重 而沒有官升 沒有官升就是管理無能 所以在這個八字裡面來講 它一定要靠個水 靠個水 這個香港才可以生存 水是木的媽媽 水生木 在香港裡面回歸了中國統治 香港的媽媽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為什麼你現在會看到 香港的政府官員 那些管治能力好像越來越差 什麼事都說要大陸幫忙 要求大陸幫忙這樣的情況 SARS搞不行 要有自由行李support 接著現在武漢肺炎 又說要自己檢測不行 又說要中國大陸派人來幫忙這樣的情況 那個原因 全部都是因為新的八字裡面來講 沒有管理能力之餘 還有日元是很弱 它沒有辦法自立 一定要靠個水幫忙 這個水就是中國大陸 但是之前那個八字的根根根 因為它是得陸於新的 秋天金夢的季節 所以是代表著很強大的潔入能力 最大的特別之處就是這裏 所以將來我們就不需要想到 香港會有機會去回以前的盛世年代 你要當死了 現在香港慢慢慢慢 因為格局低了 所以它會變回二線的城市 即是二線的城市這樣的情況 你說賺錢就看你自己做哪一行 你現在說沒有那麼繁忙 香港將來會沒有那麼繁榮 這個人是別業的 師傅我想請教 我以前經常都聽你說 一個人 如果在他的八字有運行 其實他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這麼有趣 香港和英國都面對一個情況 就是其實他的運本身都不差 首先要解釋一下 第一不是說一個人有運行做什麼都可以 譬如說如果你的八字裡面 以人去計算 你在走運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的八字的特性 是不適合賭錢的話 你在走運去賭錢你都一定會輸的 所以第一不是說你做什麼都可以 是應該說當你在走運的時候 自然周邊的東西 會影響你去做一些對的決定而已 就不是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要澄清關這件事情 第二方面來說影響一個社區的命運 重點是地運 不是八字 是地運 即是說地運的山水的聯頭 它都有什麼時候當運什麼時候不當運 是地運轉變了 從而當時它自然就會配上一個這樣的八字 去對應地運 現在反過來 因為我們現在只不過是 拿來看回香港有沒有運行 未來英國有沒有運行 我們只是借了它的八字 因為在這裡沒理由畫到英國 香港的山水給你看 說你都不明白 基本上 用八字你會容易明白一些 這樣的情況 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回歸之後 為什麼會差了那麼多 當然你可以賴林鄭也可以 賴董建華什麼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會有 這些我們叫做相對上管理能力差的人去管治呢 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九七之後的八字反映了那個官升奧力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還有一個很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九七之前來講 在香港做金融業是非常之好的 他們去金融中心 因為我曾經做過金融 還有我知道那時候的行頭 以九十年代當時的收入 一個月賺二十多三十萬港幣 大有人在 當年九十年代 二十多三十萬一個月 大有人在 為什麼那時候金融這麼兴旺 今時今日香港做金融業的一潭死水 都是因為我五行作怪 大家看過我之前 我講過那些公司的821 壹傳媒 匯豐 恆森 郭泰 阿里巴巴 都跟大家強調那件事情 你的八字裏面 哪個五行最重的那個力量就會最突顯 我們看回以前香港的八字 一百四年 它是金旺的 金金生日新月 是金旺的結構 金就是金融 所以當時 在 未回歸之前 香港做金融業是旺的 但是在九七之後是火旺 而金是沒有力的 所以九七之後金融業就走下坡衰退 但是地產是不同的 因為地產五行屬土的 火是不是會生土啊 所以來講九七之後 地產是比九七前更誇張 分別就是這樣 因為九八 九九你都覺得這些樓價貴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的 幾時也都覺得這些樓價貴 對不對 但是你都猜不到 是越來越貴的 到現在動向都說二萬元呎 為什麼 因為香港八字火旺 香港八字火旺的時候 火會生土的 所以香港會有很多一些 和火有關的行業是輕盛的 就是AI營工技能那些 就是人都知道的 但是火會生旺過土 所以土在地產方面來說 也是輕旺的 反而以前來說 如果對比之下 對比之下 九七之後的地產 是比九七前更旺 九七前反而是金融最旺 因為金蟲 這是一個給大家參考 就是這樣的情況 OK 觀眾表示 等到頸都長了 很希望盡快有第三集 好 第三集 就會講英國 1922年之後的八字 就是當愛爾蘭脫離了英國之後來講 英國要再成立一個新的八字 1922年 再跟大家看看 究竟英國有沒有運行 OK 那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李應聰師傅 好 拜拜 好 拜拜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過幕 又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一連講了兩集的英國 上 中 下 三集 記得 第一集 英國就跟大家講 就是 現在英國的再前一個八字 就是1801年的1月1日 OK 那就是英國和愛爾蘭的聯合法令 中集就跟大家講了 184年南京條約香港各樣 給英國當時的香港八字 和97後香港八字的比較 給大家有個印象 好了 那今集就跟大家講最終會 都是大家在移民方面來講 最上知 究竟未來英國有沒有運行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愛爾蘭脫離了英國自由 做了自由邦之後 英國重新成立一個新的年月日 就是1922年12月5日 這個才是真正的批 未來英國的真正的八字來的 這個是最終會了 OK 好了 1922年12月5日 英國真正的八字 任率連新賀月丁美日 是不是指示 當然不知道的 這個真的 就是這個事實是不知道的 就算你不參考這個指示 都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八字都很明確的 因為丁火日元 丁火 在一個八字裡面來講 大自然的世界是代表蠟燭的火 它必須要有格局的格局才高的 但是因為這個八字裡面來講 沒有格局 任率連新賀月丁美日 丁火生在冬天 冬天是水旺的結構 任水出幹 一盤大水淋下來 那個丁火 撲一聲 沒有了這個格局 那個格局就會低了 好了 看之前跟大家講過 大家有沒有拍下第一集 講英國的時候 那個八字是什麼 寫多一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在下面這個位置 更新年 墓子月月尾日丁子時 OK 好了 那這個是月木 這個呢 就是101年 1月1日 當時 英國成為大不列顛入不樂帝國 世界第一強國的八字的結構 就是更新墓子月尾丁子 它是得到月木的乾性的起用 有丁火太陽 有桂水之潤 更新一柱的觀煞 OK 那就代表一種很好的格局的結構 那現在這個192年的英國 都不是說很差 因為它都有一個有力的政官 你看到 政官由月令透出的 它一樣是有管理管治的 不錯的現象的 都是世界強國的英國 是不是 但是跟下面那個八字的格局的結構 就差了一疲 因為 1801年那個英國的八字裡面 月木見到丁火 是最高的格局 而丁火要見格木 才是最高的格局 因為冬天它沒有格木 沒有格木的格局層次就低了 所以 當它一去到192年 就是最壞愛爾蘭 脫離英國之後 搞到英國要重新立那個八字 那英國的八字 一出現那個格局就低了 就等同於好像我們在中閘的時候 跟大家講 香港為什麼184年的八字 可以慢慢成為東方之珠 97之後來講變成現在 現在到香港都見到現在是一潭死水 為什麼 因為那個格局低了 香港雖然都仍然是什麼金融中心 仍然是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top的城市 但是比97年前 是不是明顯格局低了 你感覺到 印度也一樣 英國還是世界強國 不過格局明顯地低了 好了 那這個就前事緣了 我們好像講武俠小說的 前事緣 那重點是 究竟未來有沒有運行 我們看回英國 太遠那些不講了 看回英國 在1991年的時候 行一個叫做革神大運 革神大運 有個革目在這裡 90年代英國其實仍然是不錯的 90年代的英國仍然是不錯的 革神大運 2001年行貴卯大運 仍然是有個目的在這裡 東方目的 現在這一刻 2011年到2020年 這10年行這個任人大運 仍然是目的來的 就是說近這30年來講 英國雖然格局層次比以前低了 但是因為大運有木氣輔助 所以仍然是不錯的 英國 好了 關鍵來 2021年 即是明年開始 行這個新丑年 脫了個木氣的英國 脫了個木氣 脫了個木氣 就麻煩了 因為英國是需要有木 才會格局高 在冰火一月來講 那就是說 以2021年開始來講 英國的運勢 是相當之一般的 英國 好了 我們看看 究竟是否這個霸治 是否真的反映到英國 你們可能會問 為何不用1801年的霸治 繼續批下去 我們看看 英國脫歐 是何時開始談 令到英國曾經有個動亂呢 是2016年 開會的時候談 英國脫歐 當時的大運是任人民 好 2016年 是丙心年 是嗎 大運流年 天黑地沖 是吧 大家玩個八戒都知道了 大運流年天黑地沖 股價一沉不起了 這樣的情況 當時呢 2016年的時候 因為英國要談一個脫歐的問題 投票 諸如此類 最後就當選 認同了脫歐 曾經有個很大的問題 脫歐 好了 一直拖 脫歐的日期 不停拖拖拖拖拖 拖到20年1月的時候 就脫歐了 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五年的人運裡面 五年這個人運裡面 就不停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 哪有這麼巧 大運流年天黑地沖 就是反映脫歐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八戒裡面 不會去看到它 這件事是脫歐 我們只看到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浸蕩 因為脫離歐盟 是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這件事情 是這樣的碎運雙沖 而見到這樣的大的浸蕩 所以這個八字 用來批英國的後運 是一個可以參考可順的 其中之一的現象 好了 如果假設之間 我們假設這個八字 真的成立的話 那有什麼現象呢 我們看看 好了 我們看看 好了 2021年開始進入新醜運 2021年是新醜年 好了 2021開始這十年我們叫做新醜運 新醜運 我們叫做衰運並臨 衰運福淫 大家一起 這個字 這個新醜 正正跟它兵媚天黑地沖 這個大運新醜 跟它的日柱天黑地沖 流年新醜 跟它的日柱天黑地沖 而醜衰未三營 對嗎 好了 一間公司的連署 在它的管理層 我講壹傳媒的時候講過 好了 講香港八字回歸都講過 醜衰未三營 會動到這些管理的位置 動到它的日柱 所以英國在2021年 打後這十年 其實都幾動盪麻煩 因為醜衰未三營 是動它十年 十年時間 是吧 可能有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現象 英國似乎 好了 大家都知道 英女王就已經是94歲了 是不是 好了 動到這個連署這個位置 就代表一個國家的管理層 老闆可能有危機 所以2021年 可能是英女王的一個關口 都不出奇 流年大運 碎運福音 醜衰未三營動到 2021到2022年 亦都是剛剛好轉運的期間 所以可能2021 2022這兩年 可能英女王 就有一個關口 都不出奇 應該正常 九十幾歲到 十一天 十一天是關口 國家送了它一程 不是反應這件事情 國家反應到英女王 在2021到2022 這段時間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關口 即是說 如果我們這樣看下去的話 即是說 如果英女王 真的退下來之後 會有新的英國國王 管治能力可能 不是太理想 反應它這十年 大運比較動盪 好了 這就是英國的後運 OK 即是不是那麼穩定 不是那麼穩定 那接著 那些運好沒有呢 2031到2040 根子是金水的年 來的 對那個丁火都沒有什麼幫助 2041到2050幾害 是好一點 因為那個害 跟那個味 會拱木器 會好一點 都要2040幾年之後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跟著再來 2051到2060 冒失這個十年大運 我們叫相關客觀的話 代表可能有很多 人民方面的 反對國家的情況出現 可能 遊行啊 動亂啊這樣的情況 因為冒失相關客觀 那所以呢 其實英國呢 在未來2021年 打後這幾十年來講呢 國運都是 一般的 真的不是太過十分之好理想 那現在很多香港人 因為BNO的問題 那就可以直接去申請 英國拿個居留權 拿定居留權 我就覺得無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想著 過去發展的話 我覺得大家呢 最好想清楚了 因為呢 以我自己這麼多年的經驗來講呢 通常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呢 通常都是錯的 那件事情 OK 那也講回一些例子 那樣 你試試想一下 那個個都說去英國了 因為最方便 最容易拿到 那大家去到 除非你已經是 不用做了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 大家可能都要去搵食 那個個香港人 去英國都要搵食 那找什麼吃呢 或者想問一下大家 那麽多人欠賓頭 英國本來都是 都不是不排華的 都排排的 那你們又再加上 你們那麽多香港人 一次過推進去 那感覺上呢 就好像香港經常說 國內人蝗蟲 來香港欠資源 那你香港人又做回 同一件事情 又去英國搶資源 我覺得就 這種的想法就好像有些 相同標準 你又覺得 大陸人過來香港 是搶資源 蝗蟲 那你自己香港人 又做回蝗蟲 是吧 站在不同的角度想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其中的一 第二方面來講就是 當你大家都一起 走去英國 搶資源 找東西做的時候 來講 那除非你有一些 很出色的 專業人士 或者你已經是 大把錢不用做了 那不同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國內都要搶食 的話 可能你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搶到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方面來講 英國呢 見到運方面來講 也不是發展得那麼理想 不是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 已經 所以搶食會更加難 所以如果有人批命 問我意見 而去英國好不好呢 我會給一個正面的答案 你說很好 真的很難 因為實在不是太過 一次過做同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安全的地方 這就是我的看法 而英國就不算是一個 好的運 不算是一個好的運 你說會不會很大的問題 也不會的 因為這個八字裡面 本身的政官很有力的 管理層本身都穩健的 只是一些運來講一般的 這樣的情況 師傅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那些觀眾等到第三集 然後原來發覺 等到你給個答案 是跟他們說 不要想了 因為這個前進後果 大家才知道 究竟為什麼我會給出這樣的結論 你一定要明白 什麼叫做格局高低 以前的英國的格局 和現在的英國格局的格局 已經不同了 美國又開始即將要退運 即是美國可能 當然退運的意思 不是馬上玩完 它要慢慢下沉 無論哪一個選都都好 美國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其實美國的運勢 都會開始轉差 哪一個都分別不大 只不過是四年後 還是馬上的意思 如果你是拜登選到的情況 美國就馬上失敗了 如果特朗普選到的話 就硬撐了四年 因為特朗普也要退下來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不變的事實 大家放長雙眼就會知道 你現在硬看到的現象 不是等於未來的現象 就是這樣 師傅你小心點 然後又會有些觀眾留言 又說你奶共 是啊 說事實就不等同於奶共 坦白說 中國有中國的問題 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問題 英國有英國的問題 我眼見到 如果純粹不要說國家 大越小的 之前我講過馬來西亞 是馬來西亞的運行得不錯 馬來西亞現在沒有第二家園 聽到我的節目之後 馬來西亞是不錯的 英國真的一般 我會找一下澳洲和加拿大的資料 看看我能否找到 因為這些地方太久了 這些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拼得到一個正確的 我英國都運斷了很多次 我真的很確認這個 反應到未來的運勢 才拿出來和大家講 所以因為講了這麼久 但是師傅 我想請教一下 英國其實在2016年開始 就談脫鉤 談到來2020年 即是脫鉤 那會不會在它往後 將來的運不是太好的時候 而英女王還是她 後繼接任人 又這麼幸運聽到你說的 知道未來自己的幾十年都會領事 那她又發覺 不如我們還是加進歐盟 這樣又會改善到 不會 因為加進歐盟 就是裝一個團體 跟她自己的國運沒有什麼關係 嗯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她的管理現象是差了 2021年 醜褻味三型 是一個非常多人民動盪的現象 因為醜褻味就是食神 食神相關會黑個官星 就是說醜褻味三型 這個十年大運 代表會有很多的政治問題出現 在這個國家裏面 即是可能你覺得香港很混亂的政治問題 但是你過到英國她又有個政治問題 那你真的覺得 就是這個餃子 就是這樣 OK 那一連三集 英國的命運 就是軟滿大結局 大結局 上中下三集 大家可以重溫 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去看英國 因為英國有不同的時間 你都要轉一個新的白天體 玩我頭都傻 因為我一定要對得到這件事情 是有些流年真的有個動作 才可以跟大家說 所以英國這個白天 是可以參考的 1912年12月5日 當然沒有這個事實 因為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脫離 可以走 真的不能走 就是這樣 香港也都看了 1842年和1997年的白天 分別也可以看得到 學師傅所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上中下集 無論在學術上 技術上 和一些遠景上 其實師傅都給了很多的意見 雖然答案 我相信不是大部分人想接受 因為拿居留權沒有所謂的 譬如說 我們那個居留權不一定要過去住 摸了錢都可以的 當然沒有所謂的 即是有些人 萬一很害怕的情況 即是自己的想法 即是說 除非你自己真正是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你已經決定去參與政治運動的時候 你當然應該要害怕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想過 參與政治運動的情況之下 純粹在香港找一口飯吃的話 我就覺得大家是不需要緊張到這樣的地步 即是我打一個比例就是 你現在的人在深圳住 在東莞住 他們都不可以說中國一句壞話的 是不是 那他們一同很開心 天天在微辣也好 微盟也好 他們都生活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就是 除非你已經是立心去參與政治的運動 那你要擔心你要去我們BNO 如果你是想著我純粹在香港 想著是滾蛋飯吃的 那我就覺得有理由 不需要那麼緊張 我一定要趕快馬上飛去英國 要不然我就會隨時 這些資產會被人凍結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想多了 嗯 OK 那就好了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李英聰師傅 講講一些人物 講一些人物 下一集我打算跟大家講一下 分析一下這個 講一些官員的八節 因為之前講了很多一些民主派 我們公平一點 講一些官員的八節 下一集跟大家分析香港一哥的八節